跨年廉假 许多游客把握时机 计划前往墨西哥旅游 却连同病毒一起踏入国门 加上根据传播力的Omicron 墨西哥疫情再度告急 根据资料显示 光是12月31号和1月1号这两天 就有近2万人确诊 虽然染疫人数多 不代表重症率就高 不过病失人数在本周 却有可能将突破30万人 成为仅次于美国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死亡人数第五多的国家 至于原因 专家认为 可能和政府公布的 疫苗覆盖率有关 为了防堵疫情 目前国内有约三分之一的州 延后开学 墨西哥市也开始替60岁以上 长者接种加强剂 减缓疫情所带来的威胁 带来新闻 谢谢大家 编译